嗨,こんばんはみなさまたまで 今夜他ま要来回答网友的问题啦 有个网友就是想要我推荐几本 非常好用、非常实用的这个日语书本 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那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子的经验就是 不管你是学日语啊、学韩语啊、学德语啊 就是外语的一定会有去逛过这个书店 会有帮助到的呢,就会买买买买买 然后呢,有没有帮助到就会问你自己啦 而且我相信他们的价格都不便宜 都已经够一个人吃好几餐的那种 所以呢,一定要慎选书本 就是买到自己非常实用的东西 那我还没有介绍这本书之前呢 主要大家还是要以自己的目标 就是如果你是以考试为重的 就是我要去考虑能力考试的呢 考试为准的参考书 就是上一个JLPT那个影片我有讲过的就是 它会根据你的级别的不同 来去让你学得更快 那我要跟大家介绍就是我在淘宝上买的一本 就是日语的这个书籍 大家可能会怀疑在淘宝买书会不会不适合自己啊 所以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来看一下这本书 那这一个书本呢,是我近期买的啦 还没有真正的去看过 只不过我觉得它里面的内容其实还蛮有趣的 就是蛮实用的 靠近生活的啦 所以这边呢,你会看到它就是写日常日语会话 一万句 一万句已经很多很多了 那如果你懂中文的话 那它就是中日文这样子 中日文的这个版本 所以呢,你不用担心会不明白它的词句这样子 今天呢,就来跟大家来看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吧 那这个呢,就是日本人都这样说 相信大家都很想要知道 诶,日常生活日本人都怎么说话的呢 所以它这边就有分几个不同的这个小主题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就是啊 就是啊,就是之前我教过的那种癌之际 就是去硬核话题 就是别人讲什么你要硬核它的 我们这边就会有看到很多 就是有是哦 是,是哦 就是啊,原来如此 这种,它会比较详细耶,比较多 这种的说法 所以它就会有 so so,よね なるほど so,なんですか よかったですね それは面白いですね 面白そうですね 所以它这边就有这么多硬核的用法 一并给你知道 所以它这语气话有一点不一样啦 是哦,就是so 就是啊,就是so,よね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原来是那样的啊 そうなんですか 那真是太好的耶 よかったですね 真是有意思啊 それは面白いですね 面白そうですね 听起来蛮有意思的 你说的也是 这一句 你说的也是 每个人的喜好都不同啊 所以它这边有 そりゃそうね 好みの問題だね 就是喜好的问题 そりゃそうね 可能大家常常会在影片 我那个 りゃ 是到底是什么 所以它这边也是 會有小小的注解 让你知道りゃ 是什么 所以りゃ 是 れは 就是 それは 它的原型也就是 それはそうね 这样子 大家都明白的吧 就是 它本来是 それはそうね 把它变成口语化的话 就是 それはそうね 你话会比较多的 你看这个 でしょう 它就是 でしょう 的口语心 でしょう 我就说了吧 でしょう 那种意思 它就是有跟你讲 它是でしょう 的 口语心 やってけるのかな 私 所以やってける 就是做得来的意思 它是 やってける 的省略 它就这样讲 やってけるのかな 私 所以它就是以绘画为主的啦 因为它这边都讲是 日语绘画嘛 所以你要学日语 会觉得更像日本人说话的话 你就可以来参考这本书 那这本呢 它是挺厚的 到了最后 最后一刻就是学 古语 古代的时候 要怎么讲 就是这个 古代人 我们看那种 日本的古代句啊 五世 五世日语要怎么说 選个简单的 真希望能再次重逢啊 这个下面的呢 是我们一般会用的 またあいたい またあいたい 就是想要再遇见的意思 またあいたいものだな 那 这个五世日语的话 就是怎么样的 またあいたいものじゃの 所以这个じゃの 就是 だな 的意思 所以它就是日语的 五世日语的其中一个 说法 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这本书呢 我是觉得蛮实用的 一来 一来它 词句够多 二来 它没有光碟 可是你可以直接上 去下载 它的这个 中日 双语的朗读版 所以呢 你可以下载的那个音频呢 就是放在你的 随身厅啊 或者是车里面 都可以听 就随身去学这个日语 这样子啦 那这本呢就是我 近期内就是 我觉得非常实用 好用的参考书 那如果你想要买的话呢 我就会放在一个 连接到这个 我的影片下面的 那个说明栏那边 你就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呢 就看觉得 适不适合自己 然后你就可以买 主要它是很便宜 又实用啦 我是觉得真心 推荐给你们 这样子 好了那今天呢 我们的影片就到此结束了 那如果你喜欢 今天影片内容的话呢 不要忘记给我一个大大赞 然后分享出去哦 那么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吧 好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